投資朋友 今天2萬點已經站上14天了 你還在擔心外資賣差哦 切記哦 接下來台北股市要上演的是 超級大黑馬的行情 務必要掌握我們下一波的操作哦 歡迎收看標股空盤數 我是程序人Jerry 讓我帶你掌握標股節奏 與法人大戶同步布局 好台北股市今天下跌 投資朋友你會不會害怕 好切記哦 我們已經在連續假期之前 倒數過大家了 好現在那個美國那一邊都還沒降息 台北股市就2萬點了 如果後續美國那一邊降息了 台北股市會怎麼表現 好我相信說你如果夠聰明 你一定可以發現 台北股市現在的表現就是世界突強 好你也許會發現說 我那個美國股市最近沒有很強 但是台北股市三天兩頭在創新天價 來 好其實所有忠實觀眾 大家你應該都會記得 然後那個我們在過完年後 也就是說我們在2月15號 大家過完年之後 我們在節目上就其實2月份就開始提醒大家 現在已經是第三個月了 我們說大盤這一邊 你不用想的太複雜 一條十日均線 今天行情下跌啊三大法人都賣超啦 你看一下台北股市 他還在十日均線上方耶 你說他有轉弱的危機嗎 我們在新明節連續假期之前已經先告訴大家了 沒有所謂變盤不變盤的問題 只有你手中的持股後面會不會飆的問題 好切記喔 所以大盤我們已經告訴大家怎麼來做解決了 現在的行情台北股市2萬點已經14天 從這一天開始啊 14天連續14天天天2萬點 從來都沒有收盤跌破過 請問一下台北股市現在是強還是弱 所以你要買對股票 買對股票才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幫助你在接下來的行情 找到賺錢的機會好不好 切記我們聊到了台北股市沒有變盤不變盤的問題 反而你要知道後續你的股票會不會飆 才是你要擔心的 你才要關心的 今天雅力已經是連續第4天 連續第4天 好拉到漲停板了 雖然收盤沒有鎖住 但是他強不強 我要你回想一下喔 3月的時候 誰在告訴你雅力啊 3月的時候電力族群重電股 市場喊的是什麼華城 市場喊的是四電 市場喊的是什麼中興電 全世界都知道本土法人外資都在喊那三檔重電股的目標價 誰跟你講雅力的 昨天我們已經驗證了重播畫面了 當然新的觀眾朋友很多 我們還會跟大家來做驗證 因為今天廣次陸續的 把我會員的持股獲利持續再擴大 我們會持續來驗證給新的觀眾朋友 因為3月份也許你在那個沒有追蹤到我 他還沒有還不曉得我的存在這樣子 很多新觀眾啦 那包含了說很多人在那個連續假期之前 因為中式的節目才認識就好是 那所以我希望就是說我3月份跟大家解析過的重點 我們現在一起來驗證 下一步我絕對有資格告訴你 接下來一直到520之前 你要買什麼股票 那個行情在創新的過程 你才不會寂寞孤單好不好 那我相信就是說今天雅力已經是連續第4天工漲停了 你可以看一下 昨天快打到跌停的四店今天有沒有賺 我們已經講了 你看我的節目 你怎麼會去追四店買四店啊 對吧 華盛今天有創新高 可是你會發現 這都是華盛跟四店是外資索馬的股票 當然啦雅力他也是外資的股票 你可以發現一樣都是外資的股票 可是華盛跟四店 這兩檔在3月份全市場喊最兇 目標價喊最兇利多報最多的 4月份漲不動了 反而是一樣外資的重點股 這都是外資的股票 反而連續第4天工漲停 來機器很重要 居老師已經強調 你現在要買低機器的股票 雅力他的機器就是夠低 雅力的機器就是夠低 所以進入4月份他漲過了 打敗了華盛四店跟中興店 很多人一直focus以為要拿重點族群 只有那3檔股票沒有 雅力我們昨天驗證過了 來我現在要告訴你 電力族群的股票現在陸陸續續的一檔接一檔 你現在還沒聽到利多的 我節目這一邊還沒公開的股票 陸續在脫離底部區 我們3月份的會員 所買的電力股 小型電力股 你加我LINE你手機拿出來 我們上個月 3月份在LINE的發文已經提醒你了 接下來要漲的電力股 他不是100多塊的 接下來要漲的電力股是不到50塊的 我們3月底的時候已經預告了 你加入我的LINE 我們都已經先講了 現在這一些不到50塊的電力股 一檔接一檔 突破整個底部區 我們3月買進的這些的成本 慢慢的逐步在取得絕對優勢了 這些股票你再不買就來不及了 切記 你看到華城 你看到四店 他們的股本都大 股價都高 他們都可以拉漲平反了 雅力現在也是從不到100塊 拉到140塊 不到50塊的小型股 他如果股本小 他要完完全全來做接棒 他如果工漲停了 他會讓你買不到 因為股本的關係 好不好 你要不要信在於你 我們昨天節目提醒了 你再不買就來不及了 那電力股這一邊 我們已經呼籲了一段時間了 兩個禮拜的時間 你不跟 後續來講的話 我們大家一起來驗證 好不好 那當然了 昨天的節目 我要大家 限了100名 然後來索取 董堅改選的黑馬股 這個是針對 所以就是說 你看我的YouTube頻道 你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加1我要賺黑馬股100名 那這一邊跟大家公佈一下進度 我們筛選了一下 有人重複留言的 或者是你留言之後 沒有把它截圖起來 傳到我LINE 這100名 現在剩下16名好不好 特別留意 剩下16個 還有16個 所以你在4月12號以前100個 就用完就沒了 限量100個 然後現在只剩下16個 先搶先贏 我這邊做一個提醒 你昨天 那個有留言 在我YouTube頻道下方 加1我要賺黑馬股的 你忘了截圖傳到LINE的 今天重做了 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別人都拿到了 你為什麼做一半 好不好 特別留意 你在我YouTube頻道影片的下方留言 加1我要賺黑馬股 你要把你留言 把它圈起來 截圖起來 傳到我LINE 小老鼠J78 你只要把你的留言 截圖下來 傳到我的LINE 讓我看到 那我們就會直接把黑馬股給你 好不好 不要說他沒有給你機會買 當然我的會員那個買點到 我一定會帶他們買 不要說我資料給你 老師我不知道怎麼買 人家都給你機會 你有沒有本事賺 你有沒有本事跟我的會員一起賺 我們都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我的風格就是這樣 你只要有本事 你絕對有資格跟我會員一起賺 如果你不曉得怎麼抓 買點賣點 會漲的股票 會標的股票送給你 你也不會做 你也不會賺 有沒有道理 大家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驗證這麼長一段時間 那個雅力 我們上個月交幾次了 我在節目上送你幾次了 我告訴你月線這一邊 他複製紅海 紅海都已經拉起來了 然後我都告訴你 他會複製紅海 你就不知道 亞歷是不是比紅海會漲停 亞歷四天公漲停 紅海他三月份漲得很快速 對 有沒有任何一天漲停板 沒有 所以我們都已經告訴大家 我幹嘛帶會員去買紅海 我根本不用 紅海大家一直好紅哦好紅哦 對你追追看嘛 你買對股票 你接下來街棒上來就是你賺的爽 你買錯股票追錯股票 現在大盤 連續14天在2萬點上方 歷史新紀錄 不斷在創紀錄 可是你是WoodWood的 好不好 就要是不是在批評 我再告訴你 現在這個時間點 買的股票跟買錯股票差很遠 好不好 那我相信 連續假期之前 我們已經在節目上提醒你了 切勿錯過電力總攻擊 我們講得很明白 3月下旬3月底 尤其是3月底那個時候 確實紅海集團的那個祭底作帳 真的搶了很多風采 市場的資金拉過去那一邊 所以延後了電力總攻擊的時間 但是你如果沒有發現 很多電力股是慢慢的一步一步 往上墊高 今天老師 電力股沒有很強啊 很多人這樣留言 老師電力股沒有很強啊 你交我LINE 你手機拿出來 我直接發文到你的手機裡面 我提醒你啊 你如果再看不懂 那個電力總攻擊 那個電力股會越來越強 你沒有發現 他沒有漲 沒有全部紅紅的給你看 但是他股價陸續在做建高 默默在做墊高 你知道嗎 你要等他全部漲停板了 你才要買是不是 聰明一點好不好 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節目上跟你強調 我不帶會員去追紅海 我為什麼一直在節目上告訴你 雅力會接棒 現在雅力已經4天漲停板了 你覺得後續會跟他一起來做接棒的股票 你現在再不買後面會來不及哦 雅力3月份有沒有漲 沒有哦 我3月份教雅力教幾次 現在雅力噴起來了 你還要再追雅力是不是 這麼喜歡抬轎哦 我們看一下 再回顧一下因為新的觀眾 新的觀眾 你不曉得3月份我怎麼解析電力股的 我告訴你3月份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雅力 我們怎麼教的 切記哦 你要知道接下來很多的股票 就是電力股 他會複製雅力的模式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重播畫面 來在月線這邊準備接棒的股票 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還沒噴出去之前 你要懂得來做卡位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這一檔1514的雅力 那雖然他最近表現沒有很強 還在整理 但是他的卷資比也高達了 22.7% 最重要的 最精彩的來了 那個4月份你想賺你就要留意 雅力他融卷最後回股 日資到什麼時候 4月19號 接棒要準備漲的股票 前面在2月份之前 這邊有一個打底沒有出量 月線買盤完之後 慢慢的沿著月線往上走 3月開始出量 雅力 完完整整複製紅海的這一種 模式 接棒的模式 我幹嘛帶我後面進來的會員 去追那個華城中心店 去吹那個四店 切記哦 我不讓那個新會員替舊會員抬轎 但是我要讓我的新會員 去賺到後面準備要接棒的股票 好 我相信 我的YouTube頻道 你只要有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尤其是按讚之後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解析的個股 你絕對不會錯過啦 包含了我跟電視台盤中連線的電話 那個影片 電話連線的影片 你如果會去看的話 你會知道就是說 陸陸續續接下來有一個大黑馬 有一批大黑馬 你現在都記得台積電好強 你現在都紅海 三月份好強 我們已經跟大家預告了聯發科 大型的全職股裡面 有一檔黑馬 這檔黑馬很多人會忘記他 很多人以前大家覺得他很牛皮 他曾經也上演過奇蹟 但是隔了一段時間 很多人忘記他的存在了 你有在我的YouTube頻道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個禮拜我跟電視台的連線 有談到這檔股票啦 不要說我沒有放福利啦 但我會員已經在卡位了啦 好不好 剛剛大家你再回顧一次 雅力的重播畫面 當時候雅力的卷資比20幾% 現在雅力的卷資比多少了 放空的人越來越多 卷資比越高等於是融卷放空的越來越多 融卷放空的越來越多 你被外資逮到之後 會幹嘛 融卷軋空嘛 剛剛重播畫面你有看到 雅力的卷資比有那麼高嗎 這個卷資比雅力是讓翹起來 我相信 剛剛的重播畫面 我們也都播放了 我們3月份 交雅力的畫面了 複製鴻海 那個剛剛的重播帶 你都可以看得到 請問一下 雅力的月線扣底值是多少錢 114.85 換句話講 算110塊半 等於說 你亞歷在3月 買在 114.5 以下 你的買點 跟外資同步 你的買點 3月你買的亞歷在 114.5以下 等於說 你的買點 剛好跟 外資的佈局 完全吻合 我就不用再去多談 我帶會員 在3月份 升級的新會員 他們買在 亞歷是買多少錢 包含了 當然 那個4月份 我差點忘了 差點把它漏掉 因為最近來講的話 節目 有很多東西 要分享給大家 但今天來講 要做一個大驗證 我要告訴你 慢慢的慢慢的 從亞歷身上要帶出來的 亞歷二世 亞歷三世 包含了 我們已經取得 絕對優勢的電力股 那你要知道 接下來 我新會員 還在部署卡位的股票 你千萬千萬不能錯過 好不好 否則你後面就是看著 那個股票往上漲 然後你才是用追的 好不好 你現在有沒有在替亞歷抬 你有沒有在替我會員抬撬 好 那個畫面都已經 跟大家重播了 好不好 那個時間 我們早在那個節目 包含Lite 你三月份有加我Lite投資朋友 你把手機往上滑 我都已經提醒你時間了 今天幾月幾號 你在PASS嗎 我都把方法交給你 外資的手法 我都直接公開給你了 我甚至到處你 我會員都會買 那你為什麼不敢 對吧 送分題 查詩葉 摳摳摳摳摳 你要不要賺啊 你把它推出去 啊 我要去追紅海 那我要去追什麼什麼股票 因為利多放出來了 你要去追利多股 你會吃虧的 現在有很多電力股 電力族群的股票 還有很多沒有報利多的 你不買 你去買那個利多爆出來的 你最近你回想一下 你在3月底去買華城市電 你現在能不能賺到錢 你3月底 去買亞利的 你現在4根漲停板 接下來有很多會接棒的股票 我剛剛節目一開始已經提醒大家了 是50塊不到的電力小股票 50塊不到 一張不到5萬塊的電力小股票 超級黑馬股 這個專案 我希望你找不到 我不要你再去買亞利了 因為你在替我抬價 我會覺得不好意思 3月半的觀眾 你看了一個月了 你為什麼不敢買亞利 4月半 你才認識我的觀眾 我要告訴你 你既然都可以驗證了 亞利這一檔股票 那你就要知道 我現在在帶新會員卡位的那些 不到50元的電力股 你鐵定要跟上 因為這些黑馬股 為什麼叫黑馬股 市場還不曉得這些股票的利多 市場還不曉得這些股票後面會飆 新聞媒體 他就是等到股價飆起來漲停板 他才會做表格給你 不要忘記很多人為什麼 會被割韭菜 那些那個00939 00940的成分股現在有沒有漲 有人問我啦 老師 神盾不是在那個3月份 有個大利多 他不是持有那個台積電 在日本什麼什麼的股權 這個大利多怎麼沒有聽你節目 在講神盾 你這一波沒有操作神盾嗎 你這一波沒有操作安格嗎 你這一波沒有操作安國嗎 問得好 問得好 會這樣問的 鐵定是忠實觀眾 好我先講 所有忠實觀眾都知道 我們在神盾集團相關個股的操作 最後面的ending 2月26號 這個節目上面都變不了人 上面的日期一模一樣 所有忠實觀眾都可以作證 你想要驗證的 可以去YouTube頻道 找到2月份2月26號的影片 好不好 特別留意哦 2月26號之後 我就完完全全不跟你操作神盾 安格安國 我管你有什麼利多 來 我都已經跟你講 我是全市場最會賺神盾集團的分析師了 當我不做那些股票 你覺得那些股票後面會飆嗎 你都已經驗證過 我是全市場最會賺神盾集團的分析師 你可以看一下神盾集團 現在利多釋放出來發生了什麼事嗎 那我相信就是說 大家可以來看嘛 大利多耶 老師你怎麼沒有動 大利多耶 我這邊把他2月26號碼出光光的碼 這根漲平板碼 這一邊下來我為什麼不動 你可以看一下股價就會知道為什麼我不動 為什麼利多出來我不理這檔股票了 我都已經告訴你 我是最會賺神盾集團的分析師 全市場最會賺神盾集團的分析師 從去年的第四季移錄的到今年2月26號 三檔股票獲利翻倍 你覺得我會不會賺 安國 哇利多耶 對 我為什麼不動他 安格啊 為什麼不動他 因為我們已經抓到市場的資金 外資在拉什麼股票 這一波利多放出來 其實外資並沒有去動神盾集團 好不好 我這麼了解外資的手法 我不動的股票 它怎麼會漲 2月26號 安國 神盾 安格 三檔股票 那個第一批卡位的 安國是賺133% 神盾是167.7% 安格是115.6% 三檔股票 市場沒有人賺的比我多 後面第二波利多出來了 我完全不理他們 你從股價的表現 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我不動 我帶會員卡位的是這一檔 好不好 奇蹟黑馬股 我相信我這邊要先講 你今天剛好開通會員訊息的會員 早上成交之後 尾盤現在拉起來 雖然沒有攻到漲停板 但是這一檔股票過去 就有一個奇蹟的一種爆發性 好不好 特別留意 那那個我的會員 老師哪一檔 手機拿出來 不管你是專案會員 特別會員 還是今天開通訊息的VIP會員 好不好 上午9點46分 我要你掛單的這檔股票 我的風格是這樣 我傳給會員的訊息 我是原封不動用截圖的方式 把它呈現出來 我不假 另外的人 那個重新再打過弄個ABOX 阿美工再重新那個過 我從不幹這種事情 我直接會員手機收到什麼訊息 一模一樣把它截圖 你是我的會員 不管你是專案 特別 還是VIP 你看一下 早上9點46分 我要你買哪一檔股票 好不好 那檔股票後面是不是有拉起來 對不對 這個是我超級黑馬股的專案裡面 特別鎖定的一檔股票 奇蹟黑馬股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 它還沒拉漲停把它沒噴出去 市場還沒有爆出一個驚天的利多之前 我希望買點到 你可以跟著我的新會員一起來做卡位 你不要看氣 這一波的行情 有人從18000看到2萬 到現在還不敢動 或者是從18000被嘎空嘎爆嘎到2萬 現在不曉得該怎麼辦 賠了一屁股 大脫頭的行情有人被嘎空嘎到爆 你看多誇張 所以市場這一邊的利空 這一邊的疑慮 這一邊的謠言 因為有很 就最明顯的嘛 你上個禮拜是不是聽到網路上很多人留言 清明節變盤 清明節變盤 你是被騙了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2萬 14天 新天價是從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天天都有新天價 今天台北股市雖然跌 但是是大跌嗎 外資雖然賣超 但是他是大殺嗎 不是 我們已經把方法交給大家了 你是我的會員 不是只有今天買 昨天 我的會員 不管你是專案會員 那個特別會員還是VIP會員 只要你是 這一個禮拜 這一個禮拜開通會員訊息的 昨天 這是昨天的訊息 4月10號禮拜三 昨天的11點10分 我要你買哪一檔股票 好不好 那當然然後三月的會員 你們很清楚 三月份我針對這檔股票 我就跟你講 這檔股票未來會有驚奇 好不好 未來會有驚奇 這檔股票他的屬性 就是會讓人家遺忘 很多投資者會遺忘 但是接下來這檔股票如果爆發了 很多散戶會追 很多散戶 這檔股票很 很奇妙的地方是 以前他還沒噴的時候 散戶投資人是忘記他 完全不理他 等到他真的拉漲停板 哦 散戶會追的跟什麼一樣 市場投資人會抬腳 這個 漲停板的時候 會抬腳抬得跟什麼一樣 試駕敲 很奇怪 這檔股票 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屬性 我自己看他覺得 因為前面你連 很多人把那一檔股票 那個當作是牛皮股 當作是垃圾 你叫我買這 叫我買這支哦 但他等到他爆大力多的時候 很多人會瘋牆 就好像上個月的紅海一樣 很有趣 你上個月是不是有追150塊的紅海 你看我的節目 你應該不會追150塊的紅海 你追150塊的紅海 你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節目有沒有講 來 我不是在嘲笑哦 我是希望說這個時間點 你要知道 行情他會用一些股票來提醒你 行情他會用一些股票來告訴你 你現在該怎麼來操作 來 你追150塊以上的紅海 你會不會很不準 4月份的紅海 你追150塊 最悲情的追在160的 幾天了 他是已經拉起來 他如果這樣子 他如果這樣子 你是追在山頂上 你知道嗎 當然紅海 不用太擔心 紅海 你如果知道他後面還有個黃金買點 第二季他還有個黃金買點 因為3月份是第一季季底 第二季 紅海還有個黃金買點 但是就是說你買點不會抓 這個後面會有機會的股票 你追高殺低的 我相信後面這樣下來 紅海後面這樣下來 會有一波散戶停損 好 你3月份有看節目了 後面我們來播重播畫面 就跟亞歷一樣 我希望這一個時間點 大家務必要知道 九老師已經告訴大家 現在外資在做什麼事情 你要非常清楚 現在外資開始在拉 他前面長線吃貨的黑馬股 外資現在開始在賣 他長線吃貨已經拉一段的股票 所以你怎麼會去買華城 你怎麼會去買市店 對吧 亞歷四根漲銀板 為什麼你在前面不買 你反而是看到大力多 一直拼命要去 老師是華城能不能買 老師是市店能不能追 後面結果很明顯的 相同的道理 如果外資在接下來底部股票要開始拉 你要不要跟 這個超級黑馬股的專案 我希望你不要錯過了 尤其是你3月到現在沒賺到錢 你3月到現在 手中的股票不會創新高的 你要特別留意 好不好 亞歷今天已經是 我們3月升級會員 所賺的連續第4天的漲停板了 好不好 那我這邊就 我們節目就已經公開了 我們3月27號那個時候 升等級了 好升級的會很高 剛跟到109塊 今天亞歷 漲停板154塊半 不是不只140了 收盤153 好不好 41%了 4根漲停板了 當然啦 我差點漏掉了 後援提醒我 老師 我們4月有買 4月的新會員 4月2號107塊 好不好 都差不多 價格都差不多 我們剛剛已經講到了 那個外資 這針對亞歷的部署 3月份部署 114塊半 所以基本上你 買亞歷在114塊半以下 他其實都是 跟外資來做同步卡位的 好不好 那當然4月的 4月的新會員107 一樣 那也是那個 42% 42% 也是一樣 一樣4根漲停板 好不好 特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當然 我的各等級的會員 尤其是訊息會員 就在你專案 比較基本的會員 因為上百元的股價沒有 那當然亞歷來講的話 買的是87塊以下 好不好 所以 我最基本門檻的專案會員 最基本門檻的專案會員 亞歷買在87塊以下 至少現在都可以賺75% 至少 至少是87塊以下 所以 我最低門檻的 專案會員來講 現在亞歷都可以賺75%囉 那當然啦 我第一波 買進亞歷就是買最低的 那個80.8 因為他們資金比較多啦 已經快九成了 已經快要九成了 好不好 快要九成了 所以你不要再去 想說老師亞歷還能不能追 不要幹這種事好不好 我沒有想要出貨給你啊 我不希望觀眾來替我會員抬價 我從來都不希望這樣 我強調好幾次了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 亞歷都已經接棒了 你都可以看到 三月份的華城四店很強 市場在喊目標價 進入四月之後 華城四店 漲不過亞歷了 因為亞歷接棒了 換句話講亞歷已經接棒了 後續當然會有跟上來 跟著亞歷一起要準備往上飆的股票 所以這些股票你如果再不買 來不及哦 好不好 就好像三月份我給你提醒亞歷 你就是不理 你就不理 你現在看到四天漲平板了 對 你還要追哦 三月份我們已經邀請了亞歷二世 這個是畫面的截圖 那我相信就是說這個都可以驗證 這一張圖 這一張K線 我們早就已經傳到所有粉絲的手機了 你只要三月份加入我的Lite 你都看過這一張 現在亞歷二世早就突破這個高點了 當時候亞歷二世還沒有突破這個前高哦 現在亞歷二世早就已經突破這個高點了 另外他低點 3月15號以前 好 中時觀眾 我們講過 我們後面會來驗證 跟他一樣的輪動的電力股 低點是不是底部都在3月15號以前 最低點你不買 低點3月15號以前你不買 你到後面拉起來 你噴上去你才用追的 你不是抬轎不然是什麼 好 這是會員訊息哦 亞歷二世我們的持股會員 所有的 好成本都在35塊9以下 沒有人超過35塊9 已經取得絕對優勢 因為他已經突破前波高點了 好不好 亞歷三世 我們邀請過 谷底翻身贏得勝利 好不好 這一檔股票我們介紹過 他的營運今年是從谷底翻上來 贏得勝利 這一檔亞歷三世我的持股會員 不管什麼等級 買的成本都在25塊2以下 沒有人超過25塊2 好不好 都不到50塊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三月份已經邀請過了啦 這一檔 外資在底部吃貨 而且非常大的快樂有意思 他也是電力的輪動股 好不好 我的會員不管你什麼等級 買的這一檔快樂有意思 都在35塊半以下 沒有人超過35塊半 好不好 我講得很清楚了 我的會員已經取得優勢了 好不好 其他的 大亞 這個是電力四小龍的股票嘛 我大亞會員的成本39塊3以下 大同 所有會員的持股都在51塊以下 好不好 連續假期之前 我們已經在節目上 跟大家來強調電力總供給了 我剛剛會員訊息公佈出來 這一些股票 還沒開牌 但我提醒你 我的會員已經都取得絕對的優勢 利於不敗了 這些股票在往上拉 我會員就是開始不斷不斷的擴大他的獲利了 切記 我帶新的會員 4月的新會員 開始在買的電力股 你如果錯過 真的 日期我已經告訴大家了 昨天我節目上都把那個截圖出來了 剛剛我都把那個畫面上 唯一畫面那個截圖有日期的 你不知道 今天幾月幾號 好不好 超級黑馬股專案 你不要再錯過了 我希望這個時間點 你不要都是後知後覺 那個落後的資訊在買股票 你是不會賺的 落後的資訊 看著落後資訊在買股票 你絕對不會累積財富的 你也許小錢你跟他有賣到 給你賣到 但是你後面一定會另外的 幾檔股票讓你賠回去 落後資訊在買股票 在股票市場裡面 真的是散戶的致命傷 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忠實觀眾們 你驗證了我的專業 你看到了我的實力 你就要知道 我現在帶新會員在卡位的股票 你就千萬不能錯過 超級黑馬股 感謝專案 我等你一起來賺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